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月28号到底会不会宣布有没有解封啊 有没有进入第二阶段啊 人家就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呢 他们也一直问我这个消息 当然呢 所以呢 我也在等了一整天 最终呢 今天能够等到的消息呢 就是我们的阿之命 他已经给了这个89不离死的这个暗示了 所以相信呢 我们又等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明天就会宣布 我相信呢 明天宣布的就是他延长到几号吧 不是说取消的问题了 现在是他要延长14天呢 还是延长一个月 那么我们来看看呢 阿之命讲的什么吧 所谓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 那么我相信这个大马的这个疫情呢 跟这个目前呢 所有中小企业呢 三家的困境呢 也应该这么说 成也阿之明 败也阿之明吧 那么今天呢 阿之明他 他发表了这个讲话呢 所以他已经基本上 他给了很明确很明确的提示呢 是不可能进入那个解封的阶段的 因为呢 我们都知道嘛 连续三天的数据呢 都没有办法低于4000例 这个卫生部的标准要连续7天嘛 所以 今天呢 我们会在一个大媒体 我们看见这个阿之明来讲 啊 好像这个东方酒吧岛的确诊 会低于4000中 出过风走 没有办法进入第二阶段 所以没有得做啊 所以估计呢 如果你是第二阶段才能够开的行业呢 估计还要在光时4天 或者是关多一个月 然后呢 这个也是 新洲媒体报导的阿之明 暗示纯面封锁 恐怕难以实施第二阶段 恐怕难以进入第二阶段 甚至是 呃 现在是连那个什么 门都没有啊 那个什么 十画都没有一画啊 差太远了 你看像今天5803嘛 他要连续7天呢 少于4000呢 差太远了 那个疫苗最终呢 目前才6% 还没有达到10% 那个ICO要少一帮人呢 那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嘛 这个阿之明讲嘛 病例高距不下呢 近期很难进击第二阶段 所以 呃 我觉得呢 在后门政府里面呢 这个 阿之明是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人 他的身份其实就是副首相嘛 他非正式副首相嘛 所以他今天他也讲了非正式 非正式的消息 就是告诉大家了 是不可能在6月18日去解封的 所以预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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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第一时间让大家知道 所以第二阶段能够开的行业呢 估计是不能开了 那么第三阶段能够开的行业呢 遥遥无期 直接关掉算了吧 很多人已经知道 已经看懂了 他们后门政府的那个 plan 之后呢 直接关掉 stop 那个电阻不用再给了 直接 stop 掉 你现在 stop 的话呢 亏的钱 亏以前亏的钱 你不会再继续亏6个月嘛 6个月要给电阻 要给人工 所以 基本上呢 这个命运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呢 所以呢 他这样子宣布的话呢 虽然对疫情的防控是不错的 但是呢 哀红遍野啊 我们看看Nazic又讲的什么吧 大家心里准备了 99.99%是延长14天 或者是延长28天 或者是更久 或者可能是遥遥无期 因为他是不可能 不可能会解封大家 再后面我会跟你讲 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这个 讲到这里呢 好 大家就讲完蛋了 现在这个月呢 勉强家里的麦克里面还有的吃吧 每个部长都吃麦克里面嘛 大家还有麦克里面吃吧 下个月麦克里面吃完呢 怎么办 今天才给100块 如何去过日子呢 所以Nazic就讲 快点爱希纳 快点爱莱斯塔利2.0 爱希纳2.0 他说如果政府没有钱 去给人民纾困的话呢 快点快点爱莱斯塔利2.0 那么这个银探池出生的财政部长呢 没办法了 他银探池出生的 他哪里知道我们百姓辛苦 然后我们连探池都没有出生的人呢 然后呢我们也都是亲手亲力亲回做生意的 他哪里知道我们这种人的生活的那个辛苦的 OK 所以他讲说最近呢 他们在密切的讨论 那个账还贷款跟爱希纳的课题 当然大家也知道了 那个前期我们讲的那个医生他们要罢工了 他在那边最近他火烧到那个头啊 烧到很大 那边呢 那医护人员又要拿钱去 拿钱去叫他们 s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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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罢工 然后这个人民的火烧得更大 这个人民的火呢 我跟你讲很严重了 灭不了了 等下后面会跟你讲人民的立场 站在那里 OK 哦 所以估计会有爱希纳2.0 跟爱莱斯大利2.0呢 啊 不然的话我看 出门不是给病毒感染到呢 哇 就是给那些坏人呢 抓掉了 给坏人杀了 给坏人抢了 真的是社会会变成这样子 OK 好 那么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呢 哦 那么马来西亚人民的想法是怎么样呢 那么大马的人民到底是想解封还是不想解封呢 呃 在我们华人的村子当中呢 我可以看见呢 嗯 70%的都是要求继续封锁的 因为呃 单单看你看我们的平台的留言区 就看见了 呃 都是讲活不下去了 没有办法了 自在撑不下去了 呃 华人 华人这边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马来人呢 这一次呢 空前的合作 啊 马来人到现在他们还坚持一个立场 就是他们要政府继续封 而且要封得比之前更加严格 所以这两天发生什么事情呢 啊 马来人起义了 啊 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讲 大马人民起义 啊 不用等那个医生还没有出来罢工啊 那个人民先出来起义先 所以发生了这件事情了 啊 你们看看 首相都好 那个每个部长都好 三个都好 卫生部都好 包括阿子民啊 那个国安部啊 哇 通通给人家写什么 都都给烂 都都给烂 洗版啊 走向的那个 那个小编好像在一直在抵立 你们去的时候 看应该它抵立到七七八八了 应该在上帖上到七七八八了 哦 全部都是在在洗版啊 那么 我觉得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有多严重吧 来来来来 我们切换我们的中国包的网站 他里面还有节评 节评 阿生米阿利的脸书 哇 你看 洗到几个粒粒粒 啊 我们国防部长 ASMAL SUPPLY的脸书 也是 哇 都都给烂 哦 啊 我们的马西亚丁 他的脸书 都都给烂 都给烂 嗯 嗯 上个的脸书 哇 更洗到更厉害 啊 所以呢 各位观众朋友 所以 这个才是大马主流民族 主流人民的他们的生意 现在他们要求政府呢 进行更严格的封锁 就是把所有的工厂呢 一次过跟它关掉 啊 假如 这次后门政府没有照做人民的意思来做的话呢 我相信这次火呢 会会点得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看一下这些商会的反应呢 啊 商会里面呢 其实有 人家也搞不清楚啦 我们 关于这个MITI呢 关于阿子民呢 以前他批准了多少个人可以去开呢 啊 你们看过以前的视频 本期我们不再批评这些事情了 啊 但是这个工业联盟讲的话呢 啊 啊 实际上他们讲他们也是很辛苦啦 80% 已经撑不下去了 啊 就是 要断气了吧 假如 人民要求TUTOKILAN的话 再多一个月的话 我相信呢 哦 他们会很惨 那么 但是呢 呃 华人的商会又有一些啊 另外的一个想法 啊 可能看见马来人起义了 就是他们在那边TUTOKILAN 他们在网络起义的啊 可能看到这样的风向呢 他们开始讲 呃 很多华人商会开始要求 真正来一次大封锁 就是零没有人可以做工 除了那个WiFi啊 除了水啊 除了电啊 电话啊 啊 那个军队啊 警察啊 医疗啊 任何人都不可以做工 啊 现在连一些商会呢 都希望 都希望看到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大马呢 大部分大部分的人呢 都有这样的想法 认为呢 应该要来是认真认真的封锁 因为呢 我们全国人已经被浪费了一个月时间 做了一个假的FMCO 我之前还记得吗 一个月前 我们就叫它Full Lockdown Tortle Lockdown TMCO 真的MCO 他就是不要 结果呢 你看连续三天都是五千八百多 五千八百多 啊 没有办法啊 整个疫情没有压制啊 上一期我们就讲啊 封城封道天天五千八百多 这简直就是 国际消化 这个简直是丢 大家封城是在瘟疫的时候是有效的 简直把这个 这个呢 丢丢丢丢完这个脸 知道吗 会让后世人呢 怀疑以后封城到底还有效没有效 因为马来西亚呢 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啊 目前呢 这个全面性 真正的封锁呢 相信是这个大马国民呢 目前他们的想法 啊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华人呢 应该是很惨 应该是 华人撑不下去了 啊 这个 关于这些课题呢 我们以后的视频呢 我们再跟大家 详细的研究 所以 最重要就是 台里讲过嘛 丁丁要什么 史上最大型的那个 纾困 就是太前 啊 讲了两千也还没有 也还没有来 啊 那个财政部长 最近 最近那个头发着火 那个 呃 他也讲说要开放更多 爱西娜 爱斯大利呢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放 如果上个月他就开放了 这个月就不会这样子啊 啊 不会人民生活这么惨吗 啊 早就应该 这些东西呢 上个月都要做嘛 你现在叫人家开放 爱西娜2.0 到人家能够拿钱几号 11号可以拿到钱啊 啊 下个月7月11号 不可能拿到钱嘛 一定是8月11号才拿钱嘛 那么叫人家7月怎么办 那些东西吃完了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 啊 啊 不是不是每个人要去上街讨饭了咯 就是华人的店一间一间要关 关到完了咯 要讲哪马来人做生意的也是 哇 跟你讲很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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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 最好跟你认真的 那些东西是天 然后呢 就下到四千以下 然后就可以解封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要做呢 啊 我们到阿兹敏 阿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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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kdokk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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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下回再见